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和平从来都是不符合美国极其盟友的利益的 眼见东北亚尤其是半岛地区人民终于看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 美日等别又用心的国家却逐渐撕开了和平的面具 又在处心积虑的妄图将该地区重新推向之前这把弩张的紧张余面 具体来说美国正在不停的向朝鲜施展在方陷害当方手段 但据最新消息受重压之下的半岛北部终于向美日做出了强烈回应 8月5日美国中文网报道着朝鲜劳动新闻开发了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 发布的白皮书对美国日本签署的原子能协定 在30年到期后自动延长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同时该白皮书也对美国在何问题上对日本和朝鲜持有的双重标准的态度进行了严厉谴择 趁日本在过去30年间为实现核武化加快进行了不处备 并也人间写的指出是美国煽动了日本进行核武装 却对政委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清楚真诚努力的朝鲜表示质疑和不信任 据悉 这份美日原子能协定签署于1988年7月16日 有效期限定于30年 然而如今在到期之后 美国已赋予日本在处理分析和燃料的权限为借口 将这一协定动延续了下去 毫无疑问 这次白皮书将美国纵容与暴闭日本的现实揭露了出来 将美日两国狼狈为奸的丑态到白玉天下 半岛北部此次通过白皮书的方式 对美日进行的痛是有理有据的 虽然美日之间也有诸多隔阂 但两国毕竟是一对军事盟友 在东北亚地区具有许多共同的政治诉求 而且美国一直将日本视为歧视图 打造了亚洲小北约的中间力量 多次利用日本这个急先锋来挑起东北亚地区的紧张气氛 以达到其破坏和平进城的阴险目的 美日两国在东北亚做出的威祸地区 和平的势力并不显现 如今年7月28月就有消息传出 美国空军派出其最先进的B-52轰炸机 与日本空中自卫队的6架F-15战机 一起在日本海举行了联合训练 此次演练的动静虽然闹得不大 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是美国首次派出能搭代核武器的B-52 与日本空自一起进行军事行动 许多国际媒体对此分析认为 美日两国此举就是专门意在保持美朝对话的同时 也显示出对半岛北部做出的军事施压态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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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